六甲老家是中部地区一個政府領企的觀光景點 每到自己都有去應很多UK來試圖 不過現在就有人在歡迎 老家裡面有很多貨房破壞了美觀 感覺非常可笑 六甲老家是一條保存歷史建築相當完成的街頭 因此有很多UK都會全港來觀賞 現在就有人在歡迎 很多店家跟團團所使用的貨房 對整個美觀是破壞了不少 會遮擋一部分 還是覺得古蹟原原本本放在那裡 讓我們去觀賞會有好一些 我們比較喜歡看景點 因為那個樹上接照的時候沒有這些攤販 所以來的時候會有一些差距 公訴表示 將會跟老家發展促進委員會合上 看是要怎樣改善 因為路感的觀光人潮越來越多 那為了要拋棉去南地方 或是要碰到日頭 所以他們在勇士地碰到 我是希望我們以後 人來改善就是 將統一來管理 跟老街商圈這邊的協進會 來做一個聯繫 看可以大家統一來管理 要怎樣來做 做起來整體性 比較看起來會比較好看 然後也比較整齊 這樣子我相信對老街而後的觀光會 大有改善 現在管府跟公訴都 積極在推動六港國家歷史風景區 希望台東六港發展和歡迎 不過現代化的老街 是不是也漸漸失去完本 應該會有的文化得色 新中華新聞趙龍青 六港彩虹報道 先來問我 好 你好 好 好